前言 有的人似乎轻而易举 就攫取了财富、权力、功成名就 有的人虽然也成功了 但成功却来之不易 还有的人 他们所有的寻心、梦想和报复 都完全付诸东流 人与人之间 何以会有如此差距呢 为什么有的人 能毫不费力地实现自己的寻心壮志 有人却要付出 百倍的艰辛 还有一些人则一败涂地 原因必定 不在于人的体魄 否则那些伟人们 一定就是体格最健壮的人了 差异必定是精神上的 必定在于人的心智 创造力全在于人的内心 人的心智 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差异 在人生旅途中 正是心智 使我们能够超越环境 战胜困难 如果我们能深刻理解 思想的创造力 就可以看出它的惊人功效 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勤奋和专注 这样的效果也不会有 读者会发现 各种规律一直在控制着 我们的道德世界和精神世界 如同物质世界中的规律一样 毫离不爽 要获得理想的结果 了解并遵循这些规律 是必不可少的 恪守规律 就会得到准确的结果 如果你懂得自己的能力 来自于内心 懂得你之所以软弱 仅仅是因为你依靠外在的帮助 如果你好不犹豫地 投入到自己的想法之中 就可以迅速调整自己 昂首挺胸 以积极的心态去创造奇迹 很显然 如果不能透彻地研究 并利用这一奇妙的经验 掌握这一最新的伟大科学成果 你很快就会落在后面 因为你否认并拒绝接受 通过了解这种规律 而给人类带来的益处 诚然 头脑可以轻而易举地 创造出积极的条件 但同样也可以毫不费力地 创造出消极的条件 在你有意无意地想象各种 匮乏 局限和混乱的同时 也就创造了这些不利的条件 而很多人总是下意识地 这样去做 像任何别的规律一样 这一规律也绝不会因人而异 他永不停息地运行 不讲情面地严格按照 个人的创造回报他们 换句话说就是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因此 财富的获得 依赖于对财富规律的认知 事实上 头脑不仅仅是创造者 也是唯一的创造者 毫无疑问 任何事情都是在我们已知它可以被创造出来 并付出相应的努力之后 才被创造出来的 当今的世界 并没有比50年前多了电这样的东西 而是当有人发现了电的规律 并使之服务于人以后 我们才从中受益 如今 人们已了解了电的规律 全世界都因此而被它所照亮 财富规律也是如此 只有那些认识它 遵循它的人 才能分享到它所带来的好处 现在 科学的精神已应用于各个领域 因果关系不再为人们所忽视 在任何领域中 规律的发现都标志着人类发展的新时代 它消弭了人类生活中变幻莫测的因素 代之以原则 推理和确定性 如今 人们已懂得 是凡有果 势必有因 这个道理 所以 人们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报复 就得为这一愿望 创造出它所必须的特定条件 所有规律的发现都基于归纳推理 即把大量个别的事例进行对比 直到找出其中的共通之处 纵观文明珠邦 繁荣昌盛 学术兴隆 其卓越领先之处 莫不归功于这种研究方法 它能延长寿命 减轻痛苦 跨越江河 它能用白昼的光芒点亮黑夜 它也能拓宽世界 加速运动 消灭距离 促进交流 它可以使人类上降太空 下探深海 试想 人类若能行动起来 致力于将此种研究体系的福祉 扩展为他们的思维方式 那时 将会出现怎样的奇迹 显而易见 任何结果的产生 都源自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 而我们所要做的 仅仅是把结果分类 这是科学的方法 也是能够让我们保持 某种程度的自由与独立 我们习惯将其视之为 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唯一方法 因为 只有当所谓的国家准备 意味着健康结余的不断增长 办事 无论公司 效率的持续积累 科学和艺术的日益进步 并愈加努力地 使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 都以提高个体或集体的生存质量为核心 且围绕其运转 这个民族方可立足内外 安枕无忧 万能钥匙体系 基于绝对的科学真理 它将揭示个体生命的潜能 使它进入激活状态 令人的效率和才能大有敬意 使人精力充沛 事实动明 活力迸发 不屈不挠 读者若能领会其中揭示的精神法则 必将有能力把不敢奢望的梦想变为现实 其丰厚的回报实在无法言传 万能钥匙体系阐述了如何正确运用精神属性中积极和能动的因素 教会我们识别机遇 它能坚定意志 加强推理能力 教给人们如何培养并正确运用想象力 欲望感情和感官直觉 它赋予人抉择的智慧 理性的同情和主动进取 坚忍不拔的精神 以及在更高层面上全面享受生活的乐趣 万能钥匙教给人们使用精神能量 真正的精神能量 而不是代替品或曲解的产物 万能钥匙与催眠术 魔术或任何让人迷醉一时的骗术毫不相干 更不会像他们那样误导人们 以为无需耕耘就可收获 万能钥匙为图培养并加深人们对生命的感悟 从而使人掌控自身 长保健康 它也能增强人的记忆力 提高人的洞察力 这种含有的洞察力 是每一位成功的商业人士所必备的特质 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 对机遇和困难都动若关火 使人有能力把握住近在咫尺的大好时机 而在现实生活中 往往有成千上万的人 对于近在咫尺的机遇视而不见 却为了比登天还难的事情而费尽周章 最终只能是一无所获 万能钥匙体系重在开发精神能量 这意味着它可以让其他人本能地认为 你就是一个有力量 有个性的人 让他人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你 意味着你对于身边的人和事具有吸引力 意味着你就是所谓的幸运儿 一切皆能心想事成 意味着你能够感悟自然的基本法则 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意味着你就是无穷无限 意味着你了解吸引力的真谛 了解了成长的自然规律 以及在社交圈和商业圈中赖以生存的心理学法则 精神能量是极具创造力的 它是你有能力为自己而创造 而不是从别人的身上巧取豪夺 大自然向来不屑此举 大自然让原先只有一片草叶的地方生长出一对叶片 精神力量至于人类也是如此 万能钥匙体系旨在开发人的洞察力 增强人的独立性 令你具有远见着实 有助于提高能力改进性情 它能摧毁猜疑 消沉 恐惧 忧郁等各种软弱 打破局限 消解匮乏 它可以唤醒沉睡的才能 给你胆破与活力 令你积极进取 精神百倍 它将唤醒你对艺术 文学 科学之美的感受能力 它改变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的生活 它经明确的原则 取代了那些飘忽不定 云周雾罩的方法 而每一种效率体系 都奠基在这些原则之上 美国钢铁集团董事长 埃尔伯特加里曾这样说 在多数大型企业中 顾问 专家 培训师等成功有效的运作管理 诚然不可或缺 但我坚信 对正确原则的重视和采纳 更是重中之重 万能钥匙体系 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学习课程 就在于 它不但教给人们正确的原则 而且还提出了 实践这些原则的方式方法 它教你懂得 任何原则所具备的 唯一可能的价值 就在于对它的应用 许多人读书 自学 听讲座 然而终其一生 都没有取得任何能够证明 这些理论的实际进展 凭借万能钥匙体系 所提出的方法 可以佐证它所讲授的原则 并在日常经验中 付诸实践 世界的思想观念 总是不断变化的 这种变化 如今也正在我们身边 静悄悄地发生 成为自异教衰亡以来 这个世界所经历的最为重大的思想变革 当今发生的这场革命 正改变着不同肤色 不同族群人们的观念 从最上层 最有教养的人群 到最底层的劳动阶级 概莫能外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 如今 科学发现浩如烟海 揭示出无尽的资源 无数种可能 展现出那么多不为人知的力量 科学家们越来越难以肯定某种理论 称之为定规定法 不容置疑 同样 也极难彻底否定某些理论 称之为荒谬不惊 绝无可能 一个新的文明就这样诞生了 习俗 教条 残暴正在成为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眼界 信念和服务 人类正逐步从传统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唯物论的渣子见词炼镜 思想获得了解放 真理以它的全貌 出现在惊讶不已的人群面前 整个世界正处于觉醒的前夜 它将迎来焕然一新的力量和意识 这是一种来自我们内心的全新力量 是对我们内心的全新认识 上个世纪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物质进步 而这个世纪将给精神力量和心灵力量 带来最伟大的进步 物理科学家已经把物质分解为分子 把分子分解为原子 把原子分解为量子 在安布罗斯弗莱明爵士看来 这在他给英国皇家学院的上书中提到 剩下的事情就是要把能量分解为精神 他说 能量就其终极本质而言 只有当它表现为我们所说的精神 或意志的直接运转时 方可被我们所理解 让我们看看大自然中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 在矿物世界中 一切都是固体的 不易挥发的 在动植物王国中 一切都处于流体状态 永远在变化 永远被创造再创造 在大气层中 我们可以找到光 热和能量 每一个领域总是在变得越来越美好 越来越精神化 从有形演变为无形 从粗糙演变为精致 从低潜能演变为高潜能 当我们抵达无形世界的时候 就会发现 能量处于最纯粹 最易挥发的状态 正如大自然中最强大的力量 是无形的力量一样 我们发现 人类最强大的力量 也是它的无形力量 以及精神力量 而思维过程 是精神力量得以显示的唯一途径 思维是精神过程的唯一活动方式 而观念是思维活动的唯一产物 事故 增减盈亏都不过是精神事物而已 推理乃是精神的过程 观念乃是精神的孕育 问题乃是精神的探照灯和逻辑学 而论辩与哲学乃是精神的组织机体 但凡想法 并会招致生命机体某种组织的物质反应 如大脑 神经 肌肉等 这就会引发机体组织结构中 客观的物质改变 所以 只需针对某一给定主题 做出一定数量的思考 就能使人的身体组织发生彻底的改变 这就是失败演变为成功的过程 勇气 力量 灵感 和谐 这些想法取代了原先的失败 绝望 匮乏 限制 与嘈杂的声音 它们慢慢在心中生根 身体组织也随之而发生改变 个体的生命将被新的亮光所照耀 旧事已经消亡 万物焕然一新 你因此获得了新生 这是一次精神的重生 生命因而有了新的意义 它得以重塑 充满了欢乐 信心 希望 与活力 你将发现新的可能 而此前的这些可能对你毫无意义 你的身上充满了成功的想法 并辐射到你周围的人 它们反过来又会帮助你前进与攀升 你将吸引到新的成功的合作伙伴 而这反过来又会改变你的外部环境 就是通过这样简单的发挥思想的作用 你不仅改变自身 同时也改变了你的环境 际避遇和外部条件 你将会看到 你必定能看到 我们正处在崭新一天的破晓时分 即将到来的各种可能 是如此美妙 神奇 如此令人吃醉 如此广阔无边 以至于几乎令你目眩神迷 十九世纪 一个人不要说有飞机了 哪怕只有一挺格林机关枪 就足以歼灭整整一支 用当时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大军 眼下也正是如此 任何人 只要认识到了万能钥匙体系中 所包含的可能性 都将获得难以想象的优势 从而捉惯群伦 傲视苍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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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